西游记中,小白龙在经历了艰难的取经旅程后,第一件事竟然是跳入画龙池,这一跃,表面上看似是喜趣凡尘,却隐藏着更深的秘密,如果他不跳,是否会永远被困于那片苍白的天空,无法实现真正的蜕变,为何这一选择如此重要,如果选择错误,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白龙马,提潮汐,这句歌声伴随着我们过了几十年,每到寒暑假的时候,许多电视台就会重播起那部经典的八十六版《西游记》,《西游记》这部刻画了中国经典神话故事的小说,随着电视剧版的播出,让他的名声更上一层楼,文明国内外响于华人界,甚至好莱坞都曾经对这个话题取材拍摄电影,菩萨心肠的唐僧,生性好斗, 桀骜不驯的孙悟空,好吃懒做的猪八戒,任劳任怨的沙僧,四个人在取经路上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难,最后修成正果,而出现频率跟他们一样高,却很少有人关注唐僧坐下的那匹白马,那位曾经的西海龙王三太子,小白龙,取经后的一行人,唐僧被封为瞻唐功德佛,原地献金身,孙悟空封为斗战圣佛。 那穿金甲亮堂堂,外套袈裟佛性族,猪八戒被封镜谈使者,依旧是人身猪头样,嘴里哼哼唧唧,沙僧封号金身罗汉,不见当初痴人貌,只留如今憨厚痒痒,四人都未曾有过身体上的变化,只是接受了佛光洗礼,成了如来佛祖的封赏。 只有那小白龙被佛祖封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后,一跃跳进了灵山后崖的画龙池中,变化成一条金龙,最后盘旋在山门的华表柱上面,成为灵山护法菩萨。 为什么小白龙封赏后没有回到龙宫,而是经过画龙池,重新变回龙以后后,留在了灵山。 他如果不这么做,会怎么样呢? 看过原著或者电视剧的都知道,小白龙原来是西海龙王的第三个儿子,四海龙王都是极其富有的存在,孙悟空最得意的武器如一金箍棒是从东海龙王那里拿来的,身上的紫金冠,黄金甲和布云铝也都是其他三海龙王联手献上给他的。 能让孙悟空都一直很满意的装备自然是不会差到哪里去,价值不菲,论地位,四海龙王掌控着行云不语,消灾降福的权力,背靠天庭,享受四世祭祀年年不停,那时的小白龙也是极尽富贵。 庸人无数的存在,最后竟然因为一丝过错沦落成别人的坐骑,想来他心里也是愤愤不平安,那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被迫变成白马, 去投靠取经四人组的呢?要说这小白龙原先也是没什么追求的,整天在龙宫游手好闲,后来在西海龙王敖润的安排下。 跟乱世山碧波谈万圣龙王的女儿成亲进行联姻,本来小白龙对成亲也没什么意义,毕竟对面是号称如花似玉,妖娆美色的绝世美人,万圣公主,他也没有什么吃亏的, 结果谁想着这万圣公主早前就和九头虫有着私通的关系,那九头虫虽然名字里带个虫子,但他身份可不简单,人家在非秦界可是凤凰的后裔, 对小白龙不屑的两人,公然在万圣公主和小白龙的新婚夜在新房里面亲热了起来,而正好这一幕被去找万圣公主的小白龙撞见了。 怒不可遏的小白龙,气急之下烧毁了玉帝赐给他父亲西海龙王敖润的明珠,得知玉帝赏赐的宝珠被毁,底气没有东海龙王那么足的敖润为了逃避责任,跑到天庭告状, 告自己的儿子小白龙存在忤逆之罪,玉帝知道情况后也是心里不爽,决定把小白龙掉到空中鞭打三百下,然后押往寡龙台处死, 而在这个时候,大概是想到取经路途遥远,可能凡间之马不能承受这一行的艰苦,得到如来指示的观音出面向玉帝求情,希望他放小白龙一马,西方佛教的面子也不好驳回。 看在观音的份上,玉帝就把小白龙给放了,两人商量后决定把小白龙发配到英仇剑,随后观音嘱咐等取经人经过的时候,就是他脱身之时, 后来唐僧孙悟空两人路过英仇剑的时候,小白龙飞出英仇剑下跑唐僧,吃了他的白马,不能下水的孙悟空看着水底的小白龙发愁,询问了当地土地山神后,请了观音菩萨当救兵,观音赶到后,叫出小白龙, 指着唐僧跟他说,这就是你以后要跟随的取经人,随后将小白龙变成一匹白马,以供唐僧的西行取经路上骑程使用。 最后,昔日的龙宫三太子成了唐僧西行路上的一匹白马坐骑,而他经历了那么多是是非非以后,也变得沉默寡言,不再那么跳脱,就算是后来宝像国一难中出场,也是思考的十分成熟, 宝像国那一难里面,也为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,身边没了得力大将的唐僧,打起妖怪来就显得有心无力,杀物净勇气十足,但是实力不佳,跟魁木狼的打斗中战败被擒, 猪八戒曾经是天鹏元帅,虽然后来被贬人间又错投猪胎,但是实力还有的,可惜胆气不在了,最后竟然落了个窃战逃跑。 而在猪八戒逃走以后,唐僧也被魁木狼抓住,变成了一头老虎,在这一难里面,表现得最为亮眼是小白龙, 平时沉默寡言,很少参与取经事情的他,在夜色的掩护下变成龙身,飞到魁木狼的宫殿, 再变换成一个宫女,想要把魁木狼灌罪四季杀掉。 可惜那魁木狼到底是二十八星秀下凡,实力惊人, 犯罪状态下的他没有让小白龙的偷袭得手,反而跟他有来有往的打斗起来, 小白龙既差一筹,打不过魁木狼被伤了后腿,借着水盾逃了走, 猪八戒看到最后还能打的小白龙也被伤了,叫嚷嚷着要散伙,不要去取经了。 小白龙是一顿苦口婆心的劝说,劝猪八戒去花果山把孙悟空请回来, 也因此这一难才算顺利的渡过去,在西行四人到达灵山取得真经后, 除了唐僧和孙悟空被封为佛,其次的居然是小白龙被封为菩萨。 猪八戒和沙僧就落了个罗汉和使者国位,猪八戒为此还向佛祖嘟囔了许久,表示不满。 根据上面所说的几个人封号可以看出,佛祖除了对唐僧和孙悟空特别偏爱,都给了佛的国位以外, 小白龙猪八戒和沙僧都是按个人能力给对应的封伤, 你看那猪八戒,一路上不是偷懒,就是喊着要散伙,打斗也都是出功不出力, 可谓是摸鱼的一把好手,要不是看他实力还行,恐怕使者国位都不一定能拿到, 再看沙僧,原来是卷帘大将出身,卷帘大将其实是个美称。 说白了就是负责拉帘子的,就跟皇帝身边总得有个伺候的人一样, 作为一个伺候人的,嘴巴掩掩利,剑裁是最重要的,实力可能还在其次, 所以在那些劫难的打斗中,基本是作为败者的出现, 但是他任劳任怨,勤勤恳恳,在路途中也主要是负责后勤挑挑担子什么的, 知道金身罗汉已经是他能拿到最好的待遇了。 最后来看小白龙,八部天龙广力菩萨是属于八部中之中, 掌管佛教所有龙族,是个位置不高,但是权力不错的位置, 经历了一路上风风雨雨的小白龙,虽然没有得到如来佛祖的一些夸赞, 但是从封号上能知道佛祖对他还是很满意的, 虽然给唐僧当了十几年的马,但也算功德圆满了, 在被封为菩萨以后,小白龙后头谢恩, 跟着如来安排的接地走到灵山后面的画龙池边上, 一跃而近,进了画龙池的小白龙,浑身打了个颤, 就看到他退了马皮和毛发,随着他慢慢伸出画龙池的躯体可以看出, 他先是长出龙头龙脚,然后全身上下开始长金色鳞片, 跟原先白色鳞片截然不同,接着塞下出现几根银色的龙絮, 浑身若隐若现的祥瑞子气,四只爪子下面冒出祥云, 飞身出画龙池,为什么他要进画龙池恢复龙身呢? 要知道他本来就是龙子,天生的四爪白龙, 白马也不过是被观音点化所造成的, 完全可以让观音直接恢复, 其实这是有点要跟佛教的脱胎换骨相对应。 也是对小白龙好,当初观音菩萨在将他变成白马之前, 为了约束他摘了他脖子下面的明珠, 那颗珠子就是他的龙珠, 没了龙珠的小白龙实力可就不如之前了, 而且也不能随意变化, 取下来过的龙珠和原封不动的龙珠完全是两码式, 重新变回龙样的小白龙, 恢复了自己的龙族身份, 却也没有回到西海, 而是盘绕到灵珊山门的华表柱上面, 山门华表柱可不是一般的宫殿柱子, 山门是灵珊佛教的门面, 用来彰显灵珊的威严和肃穆, 每个来灵珊的修行者或者神仙。 进入灵珊之前, 首先要经过的就是山门, 能让小白龙在上面盘旋作为灵珊的守门龙, 可见小白龙在灵珊的待遇非同一般, 如果小白龙不进化龙池会怎么样? 首先, 他的原身就会从一条龙变成一匹马, 就算得到封赏后, 实力大涨的他平时可以靠变化身形来维持自己是一条龙的身份, 但是在那个神仙大能眼里, 他的伎俩一眼就能看破, 最后大概率会落了句, 西海龙王三太子是匹马, 这对内心骄傲的小白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, 其次前文说的, 小白龙之所以会沦落到给唐僧当作奇, 也是跟他的遭遇有关系, 新婚之夜被人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, 父亲西海龙王敖润不仅没有给他任何帮助, 还因为他烧毁玉帝赏赐的宝珠, 将他告上灵霄宝殿, 这些行为他不对自己的父亲进行报复就已经是很不错了, 哪里还会想着回到那个西海的家里去, 而且他如果不进化龙池, 作为一匹马生活在龙宫中, 也注定了是被父亲嫌弃兄弟排挤的下场, 所以无论是出于什么那方面的原因, 他跳进化龙池接受佛教的恩惠, 重新化为一条金龙, 使他能做出最好的选择, 佛教作为西方大教, 能引领这么一场西游取经路, 实力自然是比龙宫要更高一筹, 拥有的宝物也更多, 享受过佛教画龙池的洗礼, 小白龙不仅能脱去马身, 更可以升级成更高一级的龙, 和乐而不为, 盘旋在山门华表柱上面的他, 没了龙宫世世非非的洗澡, 能够在灵山安稳的修行礼佛提高自己的实力, 正好也和他巴布天龙广力菩萨的封号和权力相呼应, 应了如来安排给他的护法身份, 小白龙也算是得偿所愿了, 西行一路充当角力任劳人员, 驮唐僧背行礼, 相比起唐僧的其他三个徒弟都被取了法号, 虽然他跟唐僧名义上也是师徒关系, 但是在唐僧的心里却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个畜生徒弟, 作为一匹马的存在, 在孙悟空之后就加入了取经团队的小白龙, 唐僧没有给过他任何法号, 没有给他取过名字, 过关度蝶上也不曾出现过的, 唐僧向别人介绍时, 说的最多的话就是, 这几位是我的大徒弟, 二徒弟和三徒弟, 至于小白龙, 只是在他们后面默默垂下码头充耳不闻, 经历过事态炎凉后的小白龙, 能够在灵山重新画龙, 并且有个安稳的栖身之处, 恐怕已经是他能想到最好的选择了, 对吗? 对吗? 感谢观看